大概有一些比较重要 第一个是怎么样去合并 全省邮局地址 总共会有25个档案 如果我希望把它 一次性的全部合并在一起 变成一个档案的话 这边当然我们用了几个方法 包含就是说 用DOS底下有个DIR指令 输出所有目录中的档名 我们有一个 其实打开DOS 然后打一个DIR斜线B 然后一个大鱼 然后把它输出到根目录 也许叫DIR.TST 利用那个档里面 就会自动帮我把 所有的目录里面的名称 都列出来 不过那个算半自动 如果全自动的话 我们可以用OS里面 Walk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你给它一个目录 它会自动告诉你 那个目录里面 有多少个纸目录 帮你列出来 帮你丢到串列里面 然后还有把你的档名 也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那你就可以跑个回圈 那把那个里面 每一个每一个档名 然后再串接那个路径 比如哪个磁碟机的 哪个目录里面的 哪些档 然后就把它怎么样 做档案开启 那开启之后的话 再把它写出去 写出去用那个A模式 就append的模式 然后把它全部合并 输出变一个档 OK 那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再把这一题 再延伸到资料库吧 因为未来 可能用最多 还是把它放到资料库 比较多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没有资料库的话 你把它放在档案里面 其实比较没有太大的意义 单纯只有储存 但如果说你要做报表的话 通常还会再把资料 从资料库里面 再去筛选你要的资料 显示出来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会再讲 资料库的部分 那另外你也可以 透过那个OS里面 有一个叫System的方法 可以执行DOS的指令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字典的形态 字典的话跟串例 有一点点像 那差别只是说 那个串例是一栏 你可以把它想到 单一栏 然后呢 字典的话就变两个栏 一个Key 一个Value 比较跟资料库有点像 然后上一次呢 我们有做一些练习 然后 那当然字典的话呢 它最后 习惯上还是会把它分开来 因为它有两个栏位 最后的话 可以把它一个Key 一个Value 把它分开来 那今天的话呢 也许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再来 就要进入到最重要的 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我如果要建资料库的话 OK 那前面的话 当然我们是把它暂时放在 变数里面 然后把它处理完之后 输出到画面上 我们可以有看到 但问题呢 那个看到的结果呢 它不是永久性的 也就是你执行完 它就不见了 关起来 里面变数之下 所以你要永久储存的话 通常呢 都会放在档案或资料库 那档案的话 因为它没有那种 它没有蓝的概念 那也没有办法 之后做一些查询的动作 所以通常的话呢 我们如果比较常用 还是放在资料库 可是资料库的话 相较于那个档案的话呢 它的处理方式 当然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不过也不是说非常复杂 我觉得大概就是 几个动作 当然会多一点点动作 OK 那只要注意细节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把资料库建立 并且把我们要放的 资料给放到里面去 那比如说 我这边有个范例 这个范例很简单 就是说 我需要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是什么 一个栏位是 它的编号好了 一个编号 一个编号 然后一个是电话号码 那如果说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输入一笔资料 帮我记一笔 输入一笔资料 帮我记一笔的话 原来这地方该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呢 这边有个范本 也许你们就直接先 call这个范本好了 那为什么 因为未来呢 你要建资料库的流程 大致上差不多 你可以把这个当范本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有哪一些地方 要注意啊 第一个 也许我把它复制贴过来 那我建一个module 按右键 你把它new一个module 那个module名称的话 我就要insert into好了 那理论上呢 我们待会要学的 主要最重要就是 资料库里面最重要的 那个四个重要的指令 一个是新增 如何把资料放到资料库里面 第二个的话 再把它查出来 第三个就把它删除 第四个就修改 所以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那这四个基本上 如果你会的话 大致上也够用了 因为一般工作上面的话 其实不外乎 就是这四个 比较重要的指令 你如果会的话 那就是交互使用 大概也就够了 甚至建一个 进销准系统 这四个也够了 应该也不拖这些东西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你贴上去之后的话 有哪一些重点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第一行 我们可以看到 Import这个SQLite3 那意思就是说 我要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SQLite的资料 SQLite资料库呢 它有个特性 它是它会帮你建立一个档案 在你的根目屋里面 所以呢 它是一个档案型的资料库 有点类似像ASIS 它是档案式的 那它不是server型 server型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 会需要架一台伺服器 然后将来要存取 所以如果伺服器的话 可能后面还会还需要 除了说连到那个档案 或者server的话 还要账号跟密码 那因为我们这个是档案型 所以不用账号密码 就可以直接连 直接连得到 所以呢 后面的话呢 我用SQLite3 它这个 这个 这个套件的话呢 它后面有个方法 应该叫 这个模组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connect connect的话 顾名思义码就连线到那个资料库 那资料库的话呢 后面会是一个档案名称 比如说这个是自己取的名称 档名的话就curse01 副档名的话就点DB 不过特别说 这个curse01你可以自己取别的名称 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我们将来可以去定义的 那它的特性是说 如果第一次 假如这个档案目前不存在的话 它会帮你自己建立一个 但是如果已经存在的话 它就会直接帮你连线 大概概念是这样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常常就帮我怎么样 如果第一次执行没有 它就帮我建 建完之后的话呢 会把这个连线 连到前面有一个叫com的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 主要就是连到这个资料库 连到这个资料库所产生的一个物件 把它丢到前面去 那底下的话呢 我们利用curse点 它后面有个抗点curse 抗点curse的话 这个curse的方法 主要就是帮我怎么样 建立一个所谓的curse物件 那curse物件实际上就是 对应到资料表 这个对应到资料库 这个对应到资料表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们要放东西之前 一定要先产生一个空的资料表 所以如果我要产生一个空的资料表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跟资料库沟通的话 恐怕你还要学会一种语言 叫seql OK 特别注意 资料库里面的共通语言 就是所谓的seql SQL 我们念成seql 这个seql语言的话 就是资料库的一种共通语言 无论哪一种资料库里面 你跟他讲这种语言 他都听得懂 不是只有seql 可能其他的像 ss myseql msseql orogo 等等的 其实都是相通的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 帮我create 一个table create table的话 意思就是帮我产生一个 table就资料表 后面有加一个叙述 叫if not exist 就是如果他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建 如果存在的话 就直接使用它 跟上面这个道理有点像 然后名称叫table01 另外的话 这个其实反斜线意义是说 我底下的这一行 其实本来应该穿在后面 那我只是把它穿在下面 这样看起来 比较不会因为太长 我要折过去 那后面的话 刮壶里面的话 请你再放个什么 它里面有哪些栏位 那我底下的话 放一栏叫lumber 就是它的编号 那我的形态的话 就是test 用文字好了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文字 那第二栏的话 就tl ok 然后一个test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一行exquee说 帮我把上面的这些叙述 去丢给谁 丢给这个连线 帮我怎么样 真的建立一个资料表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新增资料 新增资料的话 底下也是seql语法 seql语法 就是insert into 到这个产生的资料表 ok 然后后面的话 values就是放什么东西 放了资料的话 第一个就是放编号 放到里面去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放那个 我们的电话号码 就把它放到里面去 底下这一行 也一样exquee 上面这一行 有点像 我先把message 有点像 你打字打在line上面 那你打完之后 如果你要送出 有没有 就是有点像exquee 送出 然后他就会看到了 ok 上面是一个叙述 下面是把上面这一行执行 那这一行执行之后的话 他就帮我把这一编号 放到这个一栏里面去 然后这个电话码放在这一栏 ok 那最后特别注意 这个kommets 主要的用途是什么 特别注意 你刚刚做的动作 如果最后没有加这个kommets的话 其实有点像 你做了一些东西 写到exale 没有存档 没有储存档案 那没有储存档案 等于做了 最后也不会被记录下 所以kommets是 确定储存的意思 ok 那你不是说 你一直在储存 一直储存 不是啊 你可能做很多动作 一次储存就好了 所以通常kommets会在这城市的最后面 那最后的话 再把这个连线关闭 就不会再跟资料连线 ok 那我们试一下 如果说执行完之后 的结果会怎么样 其实 如果我们用那个exale来模拟的话 刚刚的动作其实很简单 如果在exale里面就是 一 这个exale的工作簿 有点像这个档案 这个工作表 续折一有没有 有点像是这个table01 只是说名称 这个地方的话 意思是说 我们在这边增加了两个栏位 第一个栏位叫number 第二个栏位叫tl 电话 然后我们就是什么 把电话输入上去 有没有 再输入什么0212345678 道理有点像 ok 只是说因为 我前面有特别强调 其实 VPA里面有exale 可以直接这样做 但是呢 python里面没有exale 没有exale的话 你就没办法这样做 那怎么办 最简单的 还是用sqlite资料库来做 ok 那如果未来 假如说 python直接放exale里面的话 那你就不一定用sqlite 你直接用exale也可以 直接把资料放exale里面 也是可以 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当然是模拟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执行 所以如果都没有错的话 你就把它执行一下 run一下这个 ok 那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呢 理论上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新增了一笔记录 可是问题 我怎么看到 里面的资料 那你会发现呢 它已经帮我建立一个 Cursor01.db 在这个根目里面 不过目前没有看到 原因是因为 它不会自己帮你更新 除非你重新 再启动Eclipse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 按右键 你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按右键有个refresh 你把它重整或F5 你会发现 Cursor01又出来了 特别说 这个时候呢 资料库就产生了 如果它已经存在了 下一次就不会再 反正它就一直都存在 资料只是说 它会帮你 确定有没有这个table01 有的话就帮你继续放进去 那但是呢 里面我怎么知道 到底有没有 把资料存进去 一般习惯像assys 你怎么办 点两下就开了 可是特别注意 这个Cursor01的DB 它没有办法直接用 这边内部的编辑器打开 因为里面是乱 你必须要用额外的工具 像assys也是这样 如果你电脑没有装assys 人家给你那个 什么accdb 你也没办法开 所以怎么办 我们会需要用一个 可以对应开启的程式 那我这边的话 在云端上面 在云端白板的外面 这边有个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里面也有一个倒数第二个 就是sickleline browser 这个是什么用途呢 其实这个有点像 我要开启assys 我要装assys的那个程式 但是这个是免安装的 你只要下载解压缩 就可以用了 OK 那解压缩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把它下载 然后把它解压缩至此 然后它会有一个资料夹 我们看一下在这里 那我就把它 这个组成是打开来 那我为了要看一下 到底我的资料 有没有进去的话 我可以开启它 按开启档案 然后再来的话 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资料库是放在c碟 底下的应该记得吧 我们是放在那个python的workspace workspace里面的话 因为我有test 跟test2 我记得应该放在test2里面 src source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有个cursor0 就刚刚我们建的 那你可以把它开起来 你会发现 刚刚我们建的那个资料表 它可以先show它的 那个data search 就是它的那个资料形态 我会跟你讲说 这里面有两个栏位 两个feel的 那形态是什么 如果你要看里面 有没有放资料的话 切到那个browse data 各位可以看到 刚刚放的资料 有没有 1是放这一个 OK 然后呢 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说 我们要换下一笔的话 那当然很简单 你就是这边输入2 那第二笔资料的话 也许你把电话码改一下吧 这样 OK 那一样呢 再把它执行一下 他没有错了 不过其实这最后应该可以再写一个print 输入成功之类的 那我们来确定一下 有没有进来 你可以切到data search 再切过来 第二笔就过来了 不过呢 这边当然有一点不太方便的地方 就是 那这样不是他每次都还要再改一下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改写成什么 最好这边可以让他就是说输入 比如说请输入那个编号跟电话号码 然后呢 那input之后 把那点变数呢 带到这边 让他可以做输入的动作 OK 有没有一个x一个y可以 然后把它修正一下 不过这一点要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那个编号的东西 编号的话通常 第一个 他不能重复 你不能说编号有重复的 第二个的话呢 编号最好自动产生 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不能重复 然后要能够什么的 自动产生 那最好是能够 我能够输入一个input 假设我让他 批示让我输入三笔好了 假设我要输入三个电话号码 输入完之后 自动就进到那个资料库里面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改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那请各位大概了解一下 因为刚刚秀给各位看的这几行 你可以把它当范本 因为蛮重要的 以后你只要连线资料库 就上面这三行 反正都一样 那后面的话呢 如果你要创一个新的 资料表 另外的话要新增资料 最后都是excue 然后并且commit加close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资料新增之后 要把它查出来的话 几个方法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那工具 SQLite Browser 或者待会我们会教各位 就是用那个 所谓的那个slate语法 把那个资料 从资料库里面带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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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